大家好,我是袁大明,今天是2022年3月1日 我現在跟大家繼續討論一下現在香港的情況 尤其是新冠疫情的情況 相信大家在網上截到不同的資料 其中有一段資料,我相信大家都看過 第一,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市民自我檢測 第二,市民自我申報確診 第三,市民自我隔離檢疫 第四,市民非必要時不可以使用政府服務 包括醫療或緊急服務 第五,市民自行服役治療 第六,市民自行監察檢疫的進度 第七,市民自行申報檢測的回音 即是康復之後 第八,市民自行決定是否可以脫離檢疫 大家看到這一段的資料 大家可能都明白了 即是現時的疫情發展到 其實我們都是要靠自己 所以我叫做自力更新 都是看到到這個階段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即是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自己幫自己呢 記住,現在醫療體系 不是幫得我們很多的了 很多時候我們要自己做些事情 自己幫自己 其實有什麼可以做呢 首先,我感覺現在疫情的爆發的人數 應該是語遠多於政府現在能夠公佈的數字 我最近都認識很多周圍的朋友 或者家人 或者朋友的大家傾談之下 基本上大家都認識有些人是確診了 或者病毒的 是以前沒有的 最近突然之間 聞到每個人都認識一些人是病毒的 所以我估計真正的患病的人數 是語遠多過的 知道很多人出了問題 病了 都主要都是選擇在家裡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又不是說太過嚴重 也都知道 即是你去到 就算打電話去求救也好 主要都是叫你自己在家裡休息一下 自己做 自己盡量看看 到嚴重的時候才再想辦法 我觀察的病人裡面 我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其中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朋友 他媽媽也來看過 他說他也參加過生日的宴會 結果他家裡四個人都中招 被送到築高灣 隔離了一段時間 但他發現他家裡四個人裡面 他爸爸媽媽和弟弟都確診和有病症 而他自己是沒有的 他就跟我們分享 其實他分別是怎樣呢 分別是他自己是平時 是大量服食一些營養的補充劑 比如說 沙米C D 風膠 這些補充劑 而他家裡人 是沒有用的 當然他都會建議他父母 用 都買了給他們 但他發現他們沒有什麼用 接著我認識很多個 所謂中招的病人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基本上我看到一個情況 大部分中招的人 平時都是沒有吃營養素的習慣 或者為了這件事 特別加強營養補充劑 從這裡看到 其實很多中招的人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通常都是沒有吃任何的營養補充劑 其中我一個朋友 平時都有空叫他聊聊天 最近我突然間心血內潮 打電話問他 他情況如何 外面市面的情況如何 他突然間跟我說 他說不行不行 我中了一招 說很厲害 老人家受不了 他說這次真的很厲害 問他什麼症狀呢 他覺得整個周身痛 胸口痛 痛到呼吸都不太想呼吸 他說很辛苦很辛苦 我說我這麼年輕 他都五十歲左右 四十五十歲左右 他說老人家肯定不行了 很擔心 我就問他 到底這個症狀 除了這個之後 你口不口渴 他說我很口渴 基本上 我是不是很想動的 我說這樣 你有沒有試過同學療法的療劑呢 你家裡有沒有呢 他以前 他家裡的人 都是我的病人 很早 他女兒來看病人的時候 我已經教了他 你家裡避了一些同學療法療劑 如果有什麼事 可以自己去處理 當然 這件事 他是很多年前買了 可能十幾年前買了 製作家裡 有沒有用呢 他可能都忘記了 我說 你有沒有 找找找有什麼療劑呢 叫做Brownealbum 中文叫做白蛇根 他說是什麼 好像等等 他就找那個盒 果然找到一隻療劑 我說 你試一下用這個療劑吧 應該會幫得到你的 那果然 他就 第二天 我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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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問他 他情況怎樣 聽他的語氣 就好了很多 之後 在適當的時間 但是呢 你用一些療劑 是會大量可以幫得到你的 好了 那最近呢 也都 剛剛收到一些 網上的 資訊 他說呢 最近呢 政府公佈 那個安心出行 就不會再公佈 那個 那個 地點 意思是說呢 因為實在太多人 就是太多地點出事了 那如果你說 再公佈的話 那些人就要 不斷地去做 做檢測 檢測 變成是已經 負荷不了了 那就是已經 不再做這些 安心出行的 通報了 OK 那好了 那接下來呢 那問題是 因為人太多 因為 中招的人實在太多了 那最近呢 政府有討論 做全民的篩選 篩檢 那當然 那當然 也有 有些 醫學界的人士 都覺得呢 其實已經太遲了 那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的做法呢 應該都是沒什麼大作用的了 因為問題很簡單的 既然 那你怎麼做呢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設施 有足夠的床位 或者方艙醫院 是否有十萬的床位呢 或者我們學校裏面 騰空出來 做一些臨時的隔離的醫院 是否有可能會做到這麼多呢 基本上呢 是不可能 我們是沒有這麼多的能力 做到這麼多的 那結果又怎樣呢 結果都是在家裡 都是自己在家裡休息 因為 很多人可能陽性 但是沒有什麼症狀的 是不是 也有些人有症狀 可能是很普通的 一般感冒的 是不是 所以結果你做得出來 你都是不能夠將那些人隔離 你都做不到這件事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全民的這個 這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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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不會有很大作用 但是可能政府都要做 主動覺得要做一些事情 這個就是 看看將來的情況 是怎樣 但是我的感覺呢 現在做已經太遲 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因為呢 大家都應該可以 都觀察到 是全球各地 現在這個 Omicron 這個病毒 是爆發得很厲害的 不論他打了多少次針 以色列 打了針最高的國家 但是他那個 那個 那個感染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地方 即世界各地的國家 都開始是 採取所謂 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但是有些人說 與病毒共存 這個是很不人道的 你要死很多人 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加上病毒是不能夠消失的 它一定是跟我們在自然界共存的 你不可能令到它走 沒有做 是不可能的事 但不是要記住 不是說你要臥平 甚麼都不做 你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以前都提過 其中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 所謂的 Focus Protection 即是一個集中的保護 即是補一些高危的老人家 可以大家知道 現在很多所謂 患病過身的人 一大部分 60%左右 都是那些居家 居家 居住在那些老人中心 本身多病的老人家 即是這些真是高危的 那些小孩 年輕的那些 根本是很少的 偶爾有一個兩個小朋友 可能最近過世 但也有人解釋了 原因就是 過去兩年來 小朋友太過保護 太過隔離 他沒有機會 接觸一下病毒 接觸一下普通傷風感冒 他沒有抵抗力 這個問題 我將來都會看到 即是我們用這些隔離的方法 長遠來說 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與病毒共存 不是說什麼都不做 其實我們有很多可以做的 除了隔離一些 工藝的人之外 那些要特別的隔離 保護他們 但其實大部分人 為什麼不嘗試 用食營養的普通劑 其實現在在網上 很多人都指陳出 很多有效的工具 譬如簡單維他命C 維他命D3 很多這些簡單的工具 大家是可以用的 即是加強自己免疫力 就算你遇到 接觸到病毒 你未必一定會病起 你記住 身體有抵抗力 我們有一種說法 疾病有一個工程式 疾病等於病毒的毒性 over抵抗力 我們減低疾病的出現 其中可以做的是 加強訓母抵抗力 怎樣加強抵抗力呢 除了我們一般人都明白 多些休息 吃飲水 晒下太陽 基本運動 這些當然是很重要的 即是適當的健康的飲食 還有一樣東西可以做 其實我們要示明 很多很多營養補充劑 這些原本都是科學證實過的 不是沒有的 很多中草藥 很多其他工具 其實我們都可以嘗試 除了我曾經說 最基本是維他命C 維他命D3 蟲針粉、綠茶素、洋蔥素 很多簡單的中草藥、感冒茶 其實有很多好好的方法 為什麼我們不提倡香港人 多在這方面做些事情 因為我接觸這麼多 認識病人也好 朋友也好 基本上我發現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全部都沒有吃任何的營養素 而反而有吃營養素的朋友 一家裏面 其他人病到 他沒有病到的 因為他有吃大量的營養素 所以這個很簡單的工具 我們只要去試一下用一下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副作用 所快的費用 也不是高得那麼厲害 其中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用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其實可以說全世界是第二大醫療 有五億人口形容 有七十五個國家 有政府認可的同類療法醫生註冊行醫 有一本中文書 不是很多的 就是這本書 叫做《順勢療法大革命》 這本書大家可以看到 用同類療法的人很多 包括我們認識的很多名人 譬如《拿破崙》 《馬克托溫》 《馬克托溫》 《馬德德德里斯》 《達爾文》 《貝多芬》 這些全部都是 最多是一個祖然臓療法的勇護者 這本書裡提出一個很有用的資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他的書裡是介紹 有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叫做《馬克托溫》 叫做《トomas Eddison-McKane》 那他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四三年 一位同類療法醫生 這位同學療法醫生在記錄是當時1918年1919年的世界性大流感 聽聞死的人很多,有些人說二千多萬,有些人說五千多萬 死的人很多,原來當時在美國有同學療法醫院 有同學療法醫生存在,在1921年 這位Dr.McCain在第77屆美國順勢療法醫學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Homeopathy的研會上做了一個報告 他報告了在西醫院中二萬四千的流行性感冒病例 死亡率是有28.2%的死亡,在西醫院是28.2%的 而相對地在順勢療法醫院中,有二萬六千宗的個案流行性感冒病例中 死亡率只是1.05%的,這個資料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在當時同學療法醫院治療的流行性感冒病人 死亡率是遠遠低於當時用一般的西藥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麼多種的醫療工具裏面 我們都可以考慮用同學療法的方法 在早然在沙士期間,我當時開了班 教學生如何採用同學療法的方法 是治療當時的流感 我當時大概講了一天,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一個課程,講解如何應用22種 基本同學療法的療劑去治療病 在兩年之前,當今次的流感出現 我亦都再開了另一班,又講解如何用同學療法治療肺炎 同學療法是一個非常安全,有效,非常有效 如果你只懂得好應用,效果是驚人 這兩個工具我一直保存在健康店 大家有需要可以買去學如何用 但始終我教的療劑是二十多隻 一般人都覺得未必處理得到的 所以昨天,我將這些資料減至簡單的圖像 將主要的療劑減為九種追上有機會用得到的療劑 當然,你遇到的感冒,你都需要根據你每一個人本身的個別症狀 選一種較為適合的療劑 這就是同學療法應用的時候需要去用 不是說感冒是感冒的療劑,同學療法不是這樣用的 我們需要找一種適合你的療劑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想用同學療法的處理這個流感 我們是怎樣去找一個適合的療劑呢 正如我所說,同學療法是要根據每個人的個別病人表現的症狀去配療劑 我就將我近日的經驗,我最常用的療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療劑,我們叫做Geosemian-黃素卿 Geosemian-黃素卿 黃素卿的主要症狀呢 病人覺得整個人是軟喇喇 很累,很重的 可能身體是累到震著震著震著 溫溫燉燙,遲鈍的感覺 溫溫肉碎,還有人是眼皮呆呆的 當然他也感覺到寒冷 尤其是背部的一種寒冷的感覺 還有黃素卿的病情通常是慢慢來的 昨天好地地,今天突然突然很辛苦 通常是慢慢地,一至三天慢慢地出現的 還有是隱伏的發燒 不是突然冷起來,是慢慢地勾一下的 最重要的是四肢,眼皮和頭部都感覺到震抖 和衰弱和沉重,即是醉醉的 而頭部有頭痛,通常是後額,後額放射到前額這種頭痛 頭痛,由頭部後額開始慢慢地,有些溫溫燉燉燉 甚至乎看東西有些濛濛,眼皮重重 很難才把頭枕頭提起 人看上去都是一種眼皮是沉沉的,和不口渴 這個我最近常用得著的療劑,就是黃素卿 另外一個療劑,我叫做白蛇巾 也有人翻譯,叫做歐柱瑜 最重要是認識了拉丁文,是白蛇巾 這個療劑的過程都是慢慢地出現的流行性急務 但最重要是有很嚴重的痛 把病人跟你說,很辛苦很辛苦 頭很痛,或者胸部很痛,肌肉很痛很痛 你記住,很痛很痛的症狀 而且她是不想動的,她睡在這裡不想動的 她一動身體,那種殲弱的痛是會出現的 還有,那個白蛇巾,她是很口渴的 喝水要大量去喝的 而且她頭痛的時候,很多時候 她是在後枕骨,或者是在後枕骨 或者是左邊的填額是特別痛的 還有,周圍的人很乾爛的 你看上去,她的嘴唇,口是很乾的 於是,她就要喝很多 還有,白蛇巾的人,通常病的時候 她就想獨處,不要跟別人聊天 最好就不要騷擾她 這個也是我最近經常用得著的 其中一個同一個療法的療劑 好了,除了一隻,還有一個療劑 要跟她介紹,就是馬前子 Nuxvormica 馬前子的症狀,記住 馬前子的人本身是對周圍的環境設計 都很敏感的,一個很敏感的人 還有,記住,馬前子是很怕冷的 很怕風吹的,很尖寒、尖寒 這些感覺 她怕冷得來,就要包住身體 就算你蓋住被子,最好就不要剃開被子 一剃開被子,它不舒服 還有,馬前子很多時候 有一種想吐,吐不到,想吐,吐不到 那種的圍捕,不舒服的感覺 好,另一種,經常用得著 我們叫做野角,Root-toxicum 野角,野角的重心的主要是 周身肌肉是很僵硬的 很冤痛僵硬 他僵硬得來 他就想動一下 早上起床很僵硬的 但他想動的 因為覺得動一下會舒服一點 但動呢 初初動就很辛苦的 但動久了就會舒服的 還有野國的人是喜歡用熱水 浸熱水浴 還有有時候你看過尼尖 你看過尼尖出現一個選擇紅色的三角 這種的症狀 這個就是野國的症狀 接著下一個療劑我們叫做 Synicum Album 這個療劑通常是出現腸胃炎性的流感 有時候有狗吐 吐舌 新型病狀的人會臉頭發熱 身體很冷 面部可能頭很熱 但身體很冷 冷得來他都希望要空氣流通一些 雖然冷 但他感覺流通的空氣會舒服 尤其是頭部 尤其是頭部有空氣的 還有新的人是很不安的 你看到的人好像坐不定 想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但他自己很累 還有一件事 所以新型的症狀的人是喜歡喝水 帶西淡西淡的 他不會大膽的 人是很焦慮的那種感覺 又很怕著就好像 我就快死了 要不陪下他 這是一個新型的療劑的症狀 另外一個情況 很多人會怕如果流感 處理得不好會變成肺炎 這是真的 在同樣的療法 我們如果遇到一些流感 很快就會影響到肺炎 在出現肺炎的情況 我就會考慮用倫 Fosphorus這個療劑 倫的療劑除了很容易有肺炎的傾向 還有倫的人是喜歡吃冰凍的水 他覺得冰凍的人 冰凍的水舒服一點 還有倫的人 他的體型比較高高瘦瘦長長 跟著另外一個療劑 我們叫做 冠葉佩蘭 拉丁文叫做 Eupatorium Perfoliatum 英文是 Eupatorium Perfoliatum 是冠葉佩蘭 這個療劑的重心 就是發高燒 以及很嚴重的高燒 最重要的是 是難以忍受的痛楚 周登痛得很厲害 痛最重要的是骨頭痛 骨頭好像要裂出來的情況 骨頭也會痛 骨頭要裂出來的 通常這些人 喝了一點水之後 更加發冷 更差 但他們繼續把他飲凍水 但他總是一個記住 當你骨頭痛得很厲害很厲害的時候 你想過療劑就是這個 就是Eupatorium 好 再介紹另一隻 這是我加拿大 當時都遇過一個病人 出現這類的 我叫做Bactesia Bactesia 是英文叫做野定草 Bactesia的陣營 病人是精神呆滯 彷彿 紛紛迷迷的 你看上去 他人好像都溫溫彈 紛迷迷的 而且他放出來的身體氣味很臭 腻胎黃黃的 很臭 很毒 很病 看上去的人 是紛紛如魚的症狀 這是Bactesia的症狀 在我同外療法裏面 過去歷史上 一直有很多好的療劑 處理這個流感 但最重要 大家自己有避 因為療劑的好處是 你避避 它是不會過期的 OK 雖然這次的流感 沒有需要用到 但你將來 流感的機會都有 如果家裏有這些 簡單的療法療劑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好的保障 要及時處理得到 尤其在自力更新 要自己怎樣處理 有一個療劑 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好 最後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現在的形勢 大家都知道 其實地球世界各國 都是採取所謂群體免疫的方法 都知道能夠做到的打針 都做完了 隔離都做了 隔離都成兩年 其實結果疫情有沒有控制 一樣沒有控制到 大家都知道 與病毒共存 我們差不多可以 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但你記住 與病毒共存 不是代表我平 不是代表什麼都不做 其實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我們這個疫情 是過得很順利 安全地過的 好了 現在的形勢就看到 中國一直堅持用清零的方法 用動態清零也好 它堅持用清零的方法 而世界各地都已經採取了群體免疫的方法 到將來會怎樣呢 我怕著會有一個情況出現 當其他各國國家群體免疫出現了 它就開放了 它很安全地開放 如果中國一直都是用清零的方法 不是用群體免疫的方法 到時中國人是否真正有一個 這個長久安全的免疫能力呢 這個就未必有的 到時呢 一開放了 中國人可能又接觸到外來的人的感染 然後又病起來了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長遠做得到呢 這個我們都要看一下 看看怎樣 到底會怎樣呢 現在有兩大的做法 我自己覺得呢 我們是應該用群體免疫的方法 但是呢 是保護著 預防著 減低的死亡率 用正確的方法去醫療 正確的方法很多 除了中草藥方面呢 很多同學療法啦 營養素呢 都是非常有效的 OK 所以我都是這樣說 大家不用怕的 疫情一定過去的 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次 最後都是會過的 但是呢 在期間呢 我最好呢 是自己做多些 加強自己免疫的方法 學懂怎樣自己的醫療 就算有事也好 你自己好 很容易處理了它 OK 好 今次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拜拜